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个真是一见钟情 再说说配件 印象中这是第一台贴好膜出厂的小米旗舰手机 壳子是全包硬壳 薄性很好 但也很厚 戴上手机厚度轻松突破了一厘米 并且因为四周突出一屏幕 手势操作的时候下面有点割手 米10背面几乎就是CC9 Pro的复刻 厚重还是第一印象 加上玻璃很滑 小米10不带壳拿起来是又累又没有安全感 曲面屏一定程度提升正面的颜值 屏占比在今年估计也不能被落下 不过或许是陷入为主 也可能是个人审美 我总觉得小米这个挖孔位置有点别扭 说歪不歪 说正不正 总结 小米10的外观 我看到了一些想要改变的决心 比如曲面屏 但就像那个毫无美感的两个凑数小镜头 一些小地方还是感觉到它故意在隐藏实力 当然了 手机本身就是各种利益权衡下的结果 米10外观没亮点 不代表产品力不行 但只看外观我会更占10 Pro 对米10的话兴趣不大 对于小米10的屏幕 我感知比较明显的就是自动亮度调节 小米10可能是我用过安卓里 这点做的最好的之一 该亮的时候亮 该按的时候按 反应很迅速 和我之前用的E7 Pro 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这点看似不明显 但对体验的提升属实不小 其他方面 6.67英寸的1080P屏幕 我概括就是能用 大果粒谈不上 因为更高价位 我用过更差的 咱就叫它小果粒吧 强光激发可以到达930里头 加上90Hz刷新率 180Hz触控采样率 小米10的屏幕 也算是除了分辨率外 其他指标都错的差不多了 可能会是今年比较均衡 被国产厂商用的最多的一块 非顶级游览的屏幕 然后衍生器 小米10不是这次最强实力的代表 但效果还是给我很大惊喜 去年我骂小米9有多差 今年我就得夸的有多棒 米10和一家7Pro大概就是一耳朵的差距 人声清晰 音量更大 两侧声道没有明显区别 两个字形容就是震撼 尤其是对于小米或许来说 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2020开了个好头 那么现在开始算 还坚持在自家高端旗舰上 用单养舍汽车厂商 好像就只剩下 小米正在期间最不用关心的就是处理器 这些硬件规格 指纹从按下到进入桌面 和一家7Pro比小慢 这个圆圈多转半秒左右 打自动体验 我从一家过渡过来 没有任何的不适感 也就是说米10的振动底子是非常可以的 不过系统中各种振动的调校 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 这一项我们后面会说 续航就我这两天使用下来 两个字省心 下午5点充满电 拔掉电源 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 中间几乎没有长时间的吸屏休息 亮屏时间4个多小时 期间我刷微博 在线看视频 测试相机 聊微信 听歌 逛闲鱼和淘宝 电量还有35% 综合我的使用习惯 小米10的续航比一家7Pro至少强40% 反正续航这块 也算是堆得起这么厚的机身了 因为全中最近混淡天 加上疫情 没有什么机会在外面取洋章 目前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动HDR 建议大家不要开启 这里即使我手动干预曝光 自动模式下拍完照也会出现局部过曝的问题 这组超广角拍的阴天 其实观感有些过于诡异了 左上角也有很多噪点 关闭HDR后就会好很多 这些年小米相机进步很大 但每次上手小米旗舰的时候都感觉到一种 这个相机还不够稳定正式的感觉 等更新吧 在这之前想问大家 如果挑一款镜品和小米10 Pro进行相机方面的对比 大家觉得那款手机会更合适呢 欢迎弹幕评论告诉我 米10我可以理解成是双摄手机 每当我看到那两个小Di的镜头 在想到这是3999买来的 我后背就搜索冒凉风啊 没有长焦仅仅靠主车才切 这可能对友商的长焦甚至是潜望式造成威胁 影像素毫无疑问在光线好的时候 会带来更好的画面细节表现 但目前还是会存在很多体验上的一些小问题 有丢分 怎么丢分 它携带画面影像表现到底怎么样 扒开视频的种种干货 这些就在我们后面的深度测评中一起讲解吧 其实玩过很多手机后 对于一款新手机认知印象的培养 一两天大概就足够了 小米10这次的起伏价 其实有点超出我当时的预测 超的还不少 一天使用下来 肤浅的从外观看 米10的外观很难拥有经验来形容 普普通通可能依旧适用于它 牺牲体积在里面堆大电池 线性马达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小米的趋势 一望拍照表现平平的小米 这次在米10上能看出来有些进步 但也是又可以保留 加上不错的续航和充电 米10更像是一个对米9勾用风格的升级款 这个水桶显然不够经验 但最短的版比米9高很多 数量要变少了 为这部分要多花一千元值不值得买 是在做各位的看法 但最起码小米10上我找不出太多致命的缺陷了 好了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更多内容我会在小米10的全新的深度测评中 好好和大家聊 届时也会是2020上半年第一期重马大餐 我们准备着 喜欢的话一定要长按点赞 完成素质三连 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我是花生 我们下一期花生说再见 拜拜 好 好 我不会 好 好 不客人 很学露 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